你和你的表弟都是荆州士族 士族生存法则第十条 士族应该花钱让子弟成为民事的徒弟 你的表弟家就是这么做的 你的表弟成为了大儒送中的高徒 并得到了建安妻子之一王灿的赞赏 你羡慕不已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你的家族没有你表弟的家族有钱 你表弟进入了荆州民事圈 整日旅以顶流大威们品酒论道 你羡慕不已但无可奈何 你的家族没有那么强 当时是刘表控制荆州 士族生存法则第一条 士族必须和控制自己的家乡军阀合作 你和你表弟的家族都投资了刘表 向刘表提供粮草木材铁矿兵源 只是你的家族能量小能投资的少 作为回报 刘表分你的表弟为江夏从事 表弟是江夏从事 你啥也不是 你羡慕但无可奈何 你表弟到了江夏就杀了贪官县长 全郡震惊名声大噪 为什么敢这么干呢 是出生存法则第十一条 我是股东我怕谁 你表弟杀县长 从这个维度来看 是清官杀贪官 换一个维度来看 是支持刘表的家族 杀了不支持刘表的家族 这波表中 刘表很满意 立刻把你表弟分为县令 而你依然杀也不是 你很羡慕但无可奈何 后来刘表死了 你和你的表弟都支持刘琪 后来刘琪当了荆州木 他还没有来得及分享股东们 他就死了 刘表接替了刘琪 拥有了刘琪的一切 也包括你们这些股东家族 刘备把你的表弟分为志忠 就是副省长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刘备本人是镇省长 你表弟是副省长 刘备打算去益州了 把荆州交给关羽和你的表弟 关羽是都荆州 你表弟是点荆州 也就是关羽管荆州的军事 你表弟管荆州的政务 夸张不 在荆州你表弟已经快能和关羽 平起平坐了 更牛的是 你表弟竟然还敢不服关羽 跟关羽枪着干 你问你表弟你咋想的 你表弟说 世主孙法则第十一条 我是股东我怕谁 就算刘备把关羽当弟弟 那又能怎么样 我是股东 你表弟敢怼关羽 你依然啥也不是 想想小时候一起长大 一起念书 老实还夸你 怎么之后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呢 你很羡慕 但无可奈何 恰好此时 刘备打算入川 人才极缺 希望荆州各家族推荐人才 你表弟推荐了你 和你的另外一位小表弟 你和你的小表弟 以前都没有工作 没有经验 这跟着刘备打益州 你们又是文人 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 总之是浑浑噩噩 混混日子 刘备占领了一周后 竟然分你当县长 你小表弟也被分为五官 你有点闷 我们啥也没干呀 怎么就被分为县长了 你稀里糊涂去上任了 不过当地的酒 还是不错的 小县城里也没啥事干 你本就嗜酒如命 每天就喝呗 喝着喝着 你喝明白了 士族顺承法则第十二条 士族投资了主公 主公赢了 士族是能分红的 在刘备的心中 你压根不属于自己的家族 你属于你的表弟 你们打包是一个整体 现在分红了 你表弟已经没法再分了 再分就压制关羽了 就逆天了 所以你被分为县长 你想想也不错 你羡慕了表弟那么多年 自己七七惨惨的 现在好了 自己啥也不用干 依靠表弟就能当官 也蛮好的呀 你知道从出生那天起 家族能量对比上 你就注定干不过你的表弟 你这辈子也就只能指望 你表弟蹭些好处了 无论你咋干 你都翻不起浪花来 这小县城里 你也干不出什么业绩 想混出头是不可能的 还折腾啥呀 这酒不香吗 突然有一天 十几名官差闯入你的县衙 把宿罪的你抓走 你吓得酒醒了一半 我犯什么事了 官差把你抓进马车 日夜兼程 送到刘备诸葛亮面前 你都傻了 我干了啥事 能惊动他们俩 刘备大怒 指责你不处理政务 你惊呆了 我那小县城里也没啥政务呀 对吧 就算我不处理政务 也不至于要杀我呀 诸葛亮则劝刘备 说你并非百里之财 宪令不适合你 你是有大财的 你心里说过了过了 我自己会啥 我自己能干啥 我心里清楚 宪令这点活 我都整不明白了 还不过还大财呢 把你转念又一想 这是诸葛亮在救你 才故意这么说的 果然 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话 没有杀你 你吓得一身冷汗 腿都软了 事后你才明白 相反之战 关羽阵亡 陆迅堵住了荆州 去益州的路 你表弟带着荆州 所有官员投降了孙权 所以刘备才会要杀你 不光是你 你的武将小表弟 也被惩罚了 你小表弟不理解 问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 士族孙存法则第13条 家族是个整体 分红都有份 问则也都有份呀 我们没有被杀 已经多亏了诸葛亮了 你小表弟问 诸葛亮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你说士族生存法则第14条 士族派首领 必须照着本士族的所有人 诸葛亮是荆州派代言人 我们都是荆州派 诸葛亮自然要救我们 当然 刘备当着诸葛亮的面要杀我 也是在变相的质问诸葛亮 你们荆州派投降了 这事你们荆州派得给个交代 小表弟说了 刘备平时和诸葛亮关系挺好的呀 怎么会让诸葛亮给交代呀 你说 法真闷达这样的东周派盯着哪 你荆州派犯下这么大的错 主公不问责 咬住这件事不放 你荆州派会有很多人被免官 汉中之战 东周派的法政立了大功 相反之战呢 荆州派的官员叛变了 换你是刘备 你要怎么平衡两派系的关系 刘备分东周派的法政为上书令加护军将军 护军将军中央军一把手 上书令上书台一把手 这两个官分的太狠了 分的荆州派都有一些郁闷了 当然你的表弟已经叛无了 你也没啥机会了 你继续喝你的酒吧 梦里啥都有 突然你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天夜晚 你悄悄的去拜见诸葛亮 去了就磕头 先感谢诸葛亮的救命之恩 诸葛亮说 他也算半个荆州人 都是相当应该的 你对诸葛亮说 我能解你的忧愁 诸葛亮一笑说 你了解我的忧愁吗 你对诸葛亮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而语了一番 接下来 你成为上书台的一名上书狼 你的顶头上司 就是藏书令法政 从这一天起 你成为了诸葛亮的眼睛 你把法政的一举一动 都暗中汇报给诸葛亮 过了一段时间 法政死了 在厄斗登基后 诸葛亮开府 你立刻被诸葛亮 分为丞相府的东朝元 诸葛亮还举荐你为茂财 有个人叫廖利 被称之为金楚奇才 仅次于庞统 他和你一样都是荆州人 他也和你一样都爱喝酒 喝酒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自己 对刘备为什么会移林战败的看法 也发表了自己 对诸葛亮俯观的一些看法 喝完酒后 你立刻暗中汇报给诸葛亮 揭发了这个料理 诸葛亮把料理流放 罪名是诋毁先主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留下长使张义在后方 你以丞相府参军的身份 辅助张义 张义其实是东州派 历史很相似 上一次你盯着东州派的法政 这一次你盯着东州派的张义 时刻暗中汇报 也很巧 上次你盯着法政 没多久法政就死了 这次你盯着张义 没多久张义就死了 张义死后 你取代了张义成为刘英长使 负责后庭 诸葛亮在前方打仗 你在后方供应粮草 一下子你变成了重要人物 每次都是你暗中向诸葛亮汇报 但诸葛亮那边的情况 你也很想知道呀 于是你联盟了一个叫费一的人 他是丞相府的司马 你们互通情报 诸葛亮的荆州派里 最得势的是南郡系的洋姨 和南洋系的魏言 你和费一都属于非洋系 在一般人看来 如果诸葛亮去世了 那接班人不是南郡系 就是南洋系 结果诸葛亮真的去世了 南郡系和南洋系发生了争斗 费一拥有和你一样的技能 揭发举报 他套了魏言的话 转脸就去举报给了杨姨 导致两个派系的争斗 演化为了火兵 最后魏言被杨姨给杀了 然后费一又发动技能 他和杨姨聊天 然后揭发举报杨姨 由费一当证人 证据确凿 你们又干掉了杨姨 圣族生争法则第十五条 对外论派 对内论系 外人看来 魏言杨姨 你费一 都是荆州派 轻如一家 但在荆州派内部的斗争里 不同的系就是敌人 南郡系和南洋系都完蛋了 你成为了荆州派的老大 诸葛亮去世后 大家或者悲伤或者恐惧 只有你没有笑 也没有哭 哭是不会哭的 你当上荆州派老大了哭啥 但是孝们要克制 不能笑出声来 会有损于你的形象 你当了上书令 都户一周次使 上书令加都户 这是东州派的法阵 一周次使 这是荆州派的诸葛亮 你现在等于当了 东州派之主 加荆州派之主的官职 后来你又当了 大将军陆尚书士 大将军这个位子 原本是留给关羽的 陆尚书士是诸葛亮 关羽是刘备军中第一武将 诸葛亮是刘备军中第一文官 你等于是当了 刘备军中第一武将 和地域文官的位子 回想当年 你表弟当荆州副省长的时候 你啥也不是 你无可奈何 但再看看今天 回忆起当年在小县城里 当县令 你喝的醉生闷死的日子的时候 哪里能想到会有今天 要么我再进一步 你开了府 又升了大司马 开府这是诸葛亮 大司马这曾经是刘备 诸葛亮刘备也是你了 不能再升了 再升就得当汉中王了 这就有点过分了 但你心里明白 这些都是满足一下 自己的虚荣心而已 你很了解自己 论喝酒你还行 论丁人举报你也可以 但论怎么令蜀汉富强 怎么北伐成功 你完全不行呀 而且在政治上 你明显干不过废一 世俗生存法则第八条 蝙蝠人是无敌的 蝙蝠对猛兽说 我属于猛兽 对鸟类说 我属于鸟类 废一就是这样 他对荆州派说 他是荆州派 他对东州派说 刘章的妈妈就是我们废家人 我们废家一直是暗中 支持东州派的 所以废一的威望很高 东州派和荆州派都很亲近他 在蜀汉的大臣们看来 你只是个傀儡 实权者是人家废一 你想想也是 废家是刘烟的老婆 刘章的亲妈 你家是啥 你家投资刘表 你连个官都当不上 你家投资刘备 你也连个官都当不上 要不是依靠你表弟 刘备诸葛亮都不知道 他世界上就你这个人 你在这种基础下 混到了今天的位置 也该知足了 或者说你的崛起 本身就是个意外 再干下去 说不定哪天就被自然死亡了 你决定还是建好就收吧 于是你提出一个打造舰队 水战进攻 这个计划 无论是经验 还是成本都很扯 群臣反对 你借故生气 然后并退 让废一接班 你又过了几年 富贵日子便去世了 还获得了一个嗜好 叫公 你虽然去世了 但你的口碑不错 你掌权的时候 有些人投你所好 也搞举报揭发这一套 被你义正言之怼了回去 你心里说小样 这都是我们还剩下来的 还给我搞这一套 还有人说你没有能力 比不上诸葛亮 你大大方方的承认 我就是比不上诸葛亮 这再次优化了你的人设 你临死前回看你的一生 分为四个阶段 士族生存法的第十二条 士族有分红的权利 你成为了你表弟的附属品 因为要分红给他 所以附带分红给了你 你才当上县令 开始了你的职业生涯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士族生存法的第六条 你要成为士族派系 老大最亲近的人 诸葛亮是荆州派的代言人 他救了你的命 这恰好成为了 你和他之间的纽带 你趁势成为了他的亲近之人 这才是你崛起的开始 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士族生存法的第十五条 对外论派 对内论系 在诸葛亮接班的问题上 你和费一快刀斩乱马 击垮了南郡系和南洋系 你登上了人生巅峰 这是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士族生存法的第八条 蝙蝠人是无敌的 你知道干不过费一 主动让位 这四个阶段 屏幕前的你是在哪个阶段 猜出你是谁的呢 评论器里留言吧